嗨!大家好,我是乔玉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下频道吉祥物 安安 因为它的体型很方正 四肢很纤细,很像一匹马 背上黑色的钢毛,很像马背上的马鞍 所以它的名字叫做安安 是马鞍的安 它的品种是钢毛猎虎梗 也叫做怀鸭铁利亚 它现在是五岁 是一个天秤座的女生 他原本是我爸爸养的 但是因为家里原本已经有两只杰克罗素梗 爸爸上了年纪以后三只狗有点照顾不来 再加上他们三只狗经常吵架,感情不和睦 所以我就把安安接到我家里照顾 现在我们养他已经有大约一年半的时间了 他来我家之前没教过什么规矩 会在家里随地的上厕所 也没有任何的才艺 他来之前我们都很担心 家里的家具跟地板会被他破坏 所以就先花钱让他去补习班住宿训练 现在每天早中晚都会带他去外面上厕所 因为楼下是公园 所以也算蛮方便的 那家里的附近公园有很多 所以有时间呢 我们就会带他去比较大的公园去跑一跑运动一下 那他每次从外面回家呢 都要先用湿抹布把脚擦干净才能进屋 他自己也会先在外面乖乖的等 擦完左脚呢 他也会自己抬右脚给你擦 他会听得指定有坐下握手拜托 但是他有一点现实 就是你的手上必须要有食物 他才会听话 宠物其实很好教 只要你愿意多一点耐心 花时间陪他养成习惯 甚至是建立起新的习惯 只要你有耐心 每一只宠物都会是乖宝宝 现在目前呢是早晚喂一次 以前他非常容易拉肚子 拉到去健康检查的时候 数据出来都不是很理想 换了几次饲料以后 终于找到肠胃能够适应的饮食方式 他现在吃的饲料呢是渴望 那零食呢是这个巅峰的五穀饲料 廉价的食物呢 廉价的食物往往都是使用供应链的副产品 像是一些碎肉 另外也有可能含有人造的香料 和不适合的成分所制成的 宠物不会说话 他不会跟你说 我最近的肚子有点胀气 我拉肚子是因为吃了这个让我不舒服 所以我们现在能够做的就是 帮他换好一点的饲料 我知道我帮他挑选的不是最好的食物 但是至少我们不会为了省钱 而去牺牲他的健康 因为饮食不良造成健康上的问题或是疾病 最后四组还是要花钱去治疗 这么做其实没有比较划算 另外我们也不会为人类的食物给他 除非是一些完全没有经过加工的肉类或是蔬菜 经过汆烫以后他才有可能吃到跟我们一样的食物 那接下来呢是他的日常用品 饲料呢我们是放在防虫防潮的储米桶里面 储藏室的门拉开先开盖子就可以帮他添加饲料 15公斤刚刚好可以放进一包饲料的分量 颜色呢我们也是选择奶昔白的造型 很符合我家的风格 吃饭跟喝水饲料盆呢就摆在冰箱的旁边 那因为他是钢毛需要每天梳毛整理 他所有的梳子呢我们都是放在橱柜里面的抽屉 因为爸爸妈妈极简呢 所以他的玩具也只有三个 跟妈妈一样安安最喜欢的是大象 其实我们原本没有打算自己养宠物 因为宠物没办法选择主人 我们必须想清楚下定决心 并且对他负起完全的责任 如果你确定你可以为一个生命无私的付出 那也请大家选择领养代替购买的方式 花钱购买纯种品种可能是近亲繁殖 他们的身上有一大堆的疾病 领养你不需要花几千元甚至上万元 他们给你的爱其实都是一样的 透过认养的方式 领养宠物可以有效的杜绝二职的繁殖场 没有需求就不会有攻击 去收容所里面的员工也可以提供你许多养宠物的相关资讯 依照你的需求来跟你讨论适合养哪一种类型的宠物 收容所里面的猫狗有许多都是被人家养过训练过 因为各种的原因而被抛弃的宠物 所以你不用太烦恼训练的问题 除了米克斯也是有各式各样的纯种猫狗 领养一只就是拯救一个生命 你的举动会影响到更多的人 这个世界会因此变得更美好 如果你很喜欢动物 但是因为其他的原因没有办法领养或是饲养 像我之前就有申请成为导盲犬的寄养家庭 但是经过协会的评估过后 因为我家是公寓需要爬楼梯 不适合退役的工作全生活 所以我就改存固定捐款给导盲犬的教育基金 还有台湾防止虐待动物协会 还有很多的单位需要你的捐款与支持 你的爱心会让动物接受到更好的照顾 你的内心也会更丰富满足 以前我不明白为什么猫狗的寿命都比人类还要短 后来我看到一个故事以后我才明白 那是因为他们生来就懂得如何无条件付出所有的爱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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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